大家好,又是我们摄影一周的时间 今天又是毛巾sir和Andysir 因为Hidy和师傅又去了冰岛 我们先去冰岛 三、两天一起玩也好,不要说一起玩 不一定要有兴趣,大家一起玩也好 我教这些团,大家去玩一下 类似六行梅花,两、三天左右的团 要教团友如何认花了重遇才行 我觉得这些团是挺好玩的 两人团,近近的,有些同学说不怕 不可能隔离那么多,隔离去那么久 所以就有点小 如果有点资料,尽快出 今次讲什么? 好了,今天就讲老蛙了 老蛙又出了一支新东西 15 五缸圈的,哇,很细枝 其实很有趣的是,它15出了几枝 有支离缸圈也有,有支离缸圈也有 有支离缸圈也有,但有支是二组的 那支15呢,其实它买点呢,就是轻 轻,小,很轻,很轻,很轻 轻得很紧要,那价钱就是二千多元 那,只有160支,哇,简直是 小,半包子包饮品 是啊,没错,半包子包饮品 半包子包饮品 我说这些叫副厂,不要说什么 因为它一定不是原厂 那副厂镜呢,它本身已经是在行 你不做的东西,我做 就是原厂没有的东西,它要做 没错,就好买点 那条路上是对的 你又没有为了那些20,70,70,20 那些做的东西都很浪费的 那反而老蛙一向都是做 要是最弱或是微距为主的 那,还有其实真的说 如果就算我今时今日看回微距镜 那么多品牌呢 老蛙的微距镜都是值得用的 譬如我说,我最喜欢那支是182.8 那支呢,到现在 十月又泰国年代 到现在来说,其实都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说,它现在这支十五 但是那支是五光圈 那些人说,五小光圈 五小光圈 但问题是,它要轻 没错 你当个镜头盖那样 是,镜头盖那样 是,镜头盖那样 因为它本身,当然是 叫做,不是说很细枝 但是它本身都是属于很轻的镜头 没错 那它有颜色和黑色两个版本 那如果好像说,拉架角更轻一点 拉架角更轻一点 拉架角更轻一点 没错 再,就是 因为再细一点 可能它尾部组再短一点 其实它是个实际的 其实,大家都说 以一个标准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比正常镜轻很多 那,它15mm 其实基本上你 snapshot,街拍,鱼机 基本上就很容易控制 是的 还有,老挖的Y镜呢 那个Distortion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那来说 Y镜呢 以前 可以很久以前 反正我就喜欢用 去到20mm 是的 因为 Distortion 真的比较差 那后期 现在老挖出的 10mm 12mm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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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m 如果你很平均 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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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做得好 基本上 你真的打横打直 是12000 那这个就是他们本身 一向向这个方向走 你其他 你买回其他 就算原厂镜出来的效果 真的有些 都很有距离 是的 未必有它那麽直的 那变成 是值得玩的 它又不是贵了 你那千多万千 真的 而且这些这么弱的镜 不是怎用对焦的 又不用自用对焦 15mm 五光圈 基本上 你不收光圈 基本上都可以说 无限远都差不多 是啊 如果你收到八光圈 都不用对焦 对焦 而且现在说一句 你所有无反 因为它一来出的无反机 无反机 现在的ISO 新一代的机种 ISO 基本上真的3200mm 真的无所谓 所以我们觉得它 真的 真是漂亮的 而且那些NTF 也是很漂亮 很直架的 也很有趣的 但是我们最主要看它NTF的球面 结像是哪里 是 那这个我都说 那些人会说 因为现在就这么说 也不是很多人 会说什么 其实说太多也没用 那我又说另一支镜 如果老阿头 就另一支镜 就围出了35.7 那又看回NTF 更夸张 它如果在一个 那顶 正头一条直线 这个是官方出来的 就不是我去做测试 因为我不是用NTF去测试 因为NTF是有部机的 你放进去装 它直接出个报告给你的 这个如果是正常的 是很标准的 就会看得很清楚 NTF是两条线 有四条线 当然这个是要看开 可以线成提起 那就是最简单 如果是由直线打横一条线 而那条线越高 代表质素越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般 教大家看的方法 当然仔细一点 当然要上课 我改的班爆了,不要搞了,在那裡炸掉了 爆了兩班,都快要開班,有機會可能是下年 這裏就說一說,維卓斯那裏 其實都是說一說,他們是做35.7APS的 本身就是50.7 質素,官方網站的MTF是很漂亮 現在很多鏡子一出來,你不要理 因為你要買一支鏡子才知道行不行 所以現在所有鏡頭廠的大部分 我看到所有較好些的都是給MTF圖看的 如果你懂得看,就知道鏡子的質素是在哪裏 就不用買一支鏡子,不行你才知道 不然怎樣,2、3萬塊出來就不值錢 坦白說,現在的APS尺寸 只要鏡子不是很小,大一點點 很容易很漂亮的APS尺寸 已經是叫做,這些副廠其實已經很進取 已經去到,雖然它是自一支,你當是APS的35 等於50,50的.7,其實50.4,50的.7很多 但原廠的,但是很貴 對嗎?對 對 對 如果你聽到,我知道鏡子是過萬的 對,沒錯 當然它有它的質素,但問題是 如果那個定價都稍微偏高 如果是今時今日來講 另外副廠,現在Sony好,Z好 那些基本費用就可以了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有三個,例如假設有三個大的群組 已經夠了 其實我講一件事是真的 我最近剛剛有個煙巴班 新開靈計 但是我都會問同學是用什麼機 基本上有七成是用Nikon 七成用Nikon是很恐怖的 我想20個人之中有14個是Nikon 那就是說,你其他還要分辨 OM、富士、Kanlock Kanlock其實是Sony 那你知道Sony、Kanlock這個大名牌 但是已經開始,即是被Nikon取締 即是淘汰 如果你再有些,再不是這麼進取的做事 我相信真的全部 就是個個都是想著Nikon 你想一下,你不要說你害怕 你開口放不放開會不會用的 不是,事實上 事實上,很多看我們的台的人 都經常覺得 Andy Sir或者我們這些導師 經常好像賺Nikon Nikon這兩三年,實際上出的機 是真的可以和便宜 最重要的 價值是合理 我不是說Kanlock不好 它的鏡是好的,和機器都OK 但是真的貴很多 相比來說 即是我們的學生 通常都會覺得 嘩,這麼貴? 我都要想一想 我另外一個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 鏡群不夠 是,鏡群也不夠 它APS-C都不知道買什麼好 我當你真的用Kanlock的機器 那你有什麼鏡子? 你手上有什麼 我不說價錢 我不要說價錢 你給一些漂亮的鏡子我可以 你數吧 你自己數一下有多少次 真的可以的鏡子給我 它現在Full Film那邊 那幾支大鏡都很厲害 但是真的全部兩萬兩萬 我都再說這一點 剛剛也想說這一點 這一點,現在很多鏡頭 就好像回頭 為什麼回頭呢? 是28-70 是 我們以前也知道 我們最早期中的 是25-75 35-70 第一代 很少人知道 第一代代表就知道 是23-5-70 然後是28-70 好了,28-70之後 才是24-70 24-70是維持了很久很久 因為呢 就是你有一支中距離的5-70 就是可以拍攝人 或是結婚 婚禮 拍攝婚婚婦 拍攝婚婦 有個24 你也有一個 一班人的 譬如前體照片也夠用 所以大部分的 那時候拍攝結婚 拍攝戀影 都是24-70 或者我們出去玩 所謂的拍攝 各圍的創作照片 都是用24-70為主 但是現在反過來 是28 雖然現在很多都說 是大崗圈、二崗圈 但是其實二崗是很有趣的 二崗去到28 一去 差到35 就已經是2.8了 那就是說 我28二崗圈 只是用了一支鏡 那另一件事 那我不否定他們 真是有個難度 就是28-70 但是 為什麼不可以做到24-70呢 因為現在說一句 你現在看回所有的品牌 就是了 24-70除了騰龍之外 我覺得是做得到 較為好之外 你那些28-70那些 就是以前我來說 如果24-70和28-70去選 就沒有人會做一些 拿著28-70去的 是 一定的 拿著24-70 就算24-70那些 四崗圈 28-72.8也好 我也是用24-70 因為我使用的功能 是多了很多 那其實現在很多的品牌 都是 還出了28-70 那其實我又覺得 一件事是不是倒退了呢 調飯圈 在功能上倒退了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又 我覺得他們會覺得 我現在 出了什麼 給你用的 不是 我這個年代 不再2.8 我要2.0 哇 好像很大 但如果你2.0是24-70 那當然沒問題 但問題是 原來你28-70 你是大了光圈 但今時今日 在我的角度看 人的光圈 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它這麼大的光圈 如果要去到24 它那個口徑和重量 可能是壓迫不起的 但是 你出了一件24-70 好一點的鏡子給我 大哥 四光圈也好 老實說 四光圈是有的 就是28-25 比如我又有24-70 24-25 我覺得我現在經常用的 就是 為什麼我略了 28-70來說 我以前在用引擎 2.6光圈 但是我都很少拿它出去 因為我自從用了24-105之後 都很少拿出來 28-70那支 方便很多 因為 不要說重量 而是說我是方便 有支鏡不用換鏡 尤其是我經常大團 大班 免得換 沒什麼時間去換 變成是方便 反過來 你去拍結婚相號 或者走回相號 28-70 24-105 你自己選 可能 例如 早前有一支 35-105的鏡頭 它大光圈 但是它有150 給你 就差很遠了 因為150 你真的可以拍一點 較為遠一點 因為你不同了 35-150 又是另外一件事 35-150 有幾支 人像鏡 我可以拍一下 對 那不同 但如果你28-70 我覺得一樣 就不拖不水 歪不夠 歪不夠 歪就長不夠長 這些就不知道 因為 我相信將來一定會有 但暫時 我見到 大部份用28-70 左右 我會覺得 是回頭 等於鏡駱 它也會出一支 20-70 不過 1.4kg 好像 7-200 以前的7-200 現在的7-200 沒有那麼重 以前的7-200 但是如果有2.0 光圈 900 我又覺得 合理一些 在鏡頭角度看 28-2光圈 其實真的作用不大 72光圈 是有些作用的 但它又不是真的 去到真的那麼準 如果真的72光圈 你拍攝人的攝影鏡 是漂亮的 真的沒有一次移 沒錯 就看一看你的鏡 它真的能不能給你 那72光圈 那72光圈 那72光圈就有些用了 但如果72光圈 是2.8光圈 我覺得 就很普通 普通 就是兩個東西 因為 光圈的入光 兩套 雙方的模糊圈 是整個正比的 你越長的鏡 那個加速 就越漂亮 如果你沒有那麼長的鏡 就要大光圈 沒錯 那28-2光圈 其實用途真的 不是太大 就是第一件事 現在 Internet Lab 我所知道 它在開發1-11的1.8光圈 當然它是ABS 它是多16 那它如果完成 很OK了 我拍攝星 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你想想 我等於16-1.8 16-1.8 那你變成了 有一件事 我用定焦 細細支 那就很容易多了 那你28-70來講 我覺得長不長短不短 長不夠長短也不夠短 如果你寧願用24-70 或者24-105之類的鏡 我覺得好用很多 所以他們是做一些大光圈的鏡 好像圍創線 它出些35.7 是的 它ABS 雖然當作是標準鏡 但是人家輕 是的 沒錯 輕是很重要的 你要走哪條路 你要定位 好像我覺得 現在五花八門 什麼都出 我就說 今時今日有兩個很重要的要素 輕 或者便宜 真的 沒辦法 因為市場是這樣 其實其他人說這麼多 你現在看見 為什麼外面那些 尤其是年輕人 珠子女買鏡 很厲害 小小的部機 ABS機 沒錯 那就輕了 不介意 很少看到拿大炮 或者長的20 其實28-70 它們都不多 很多時候都很輕 還要輕的 而且那些1.2kg 沒有人用 其實那個才是消費群 大家不明白的道理 即是譬如我們這些 雖然我都不停有換機 但問題是我們要換機率不多 但有些新入攤的 所謂入攤 是經常換的 會買 接著就放再換 因為它會不停的 那些器材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擴大市場 而且現在 看回它們很多 現在出些blog機 即是說被人拍 它都是輕為主 沒錯 輕為主 我們有時候走過 街頭我沒見到 人們在拍那些微田影號 或者是那些實驗電影號 即是等於我們以前最早 第一代的時候 等於那些搞搞搞 那些實驗電影 那個年代 現在其實完全沒有變到 是有這個市場 但是你們做些鏡頭 重到窄死人 即是另一件事 當然 很簡單 在單販年代 這些就叫做專業 但我覺得這個over了 在現在這個年代已經過了 好像Canon G24 1.4 說近是5萬元 1萬2千6 大佬好像 那些51.4 也說近是1萬1千多 是啊 那變成了 價錢又好像貴了少 51.4 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說那支 是啊 喂很便宜 很便宜 但是我只是知道 大家都是大牌子 拿去那支51.4 就3千多元 講完 它那個是需要一個對焦 還有那個 即是叫做 給拍戲用 即是拍片用 拍片用為主 拍片用的 它現在充滿貴鏡 就是拍片用的 但多數是給拍片用的 主要是給拍片用的 但是這樣說 其他這個價錢 第一 第二重量 還有你很多 即是 它的質素 它下得L 我覺得仍然的質素 也有 這個就 看它自己定位 我又不敢 免得好像很差勁 那問題就是 你不親民的話 你被市場淘汰 其實是 我們一看 其他品牌 譬如Econ Sony 它開放了市場給別人 是 除了開放之後 其實它自己 都要出些便宜的 和市場政爭 它亦都出了很多 高質素的 便宜的 成分 當然 如果你的市場 可以吃得下 當然不像拉架 那會有一班 死於粉絲的 你多少錢都好 我都買的 但是問題不多 你 cannot 不要有這班粉絲 那 我覺得 我們在一個教室 我們在一個教室 那些學生用了什麼 我都很清楚 就算那次我去改鏡班 我只會知道每一個學生用什麼機 我每個堂 很多堂 我都知道他們用什麼相機 都說 很明顯就是 有七成是用Nicol 那不能選擇的 不是我去逼他們買 我不會說 你不用鏡頭 你不要跟上課 沒有這些東西的 他們用什麼器材 我們會清楚 所以這個市場就是這樣 你不看沒辦法的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 現在說的是事實 那這個呢 就留回他們這些高層的水流 很多 就是我們荒謀心也好 或者我們多數很麻煩也好 另外你看一下他們怎樣去看 不過我就知道 說一樣 好像維卓士 他們已經不停向前走 其實維卓士 它已經是在做AF系列的東西 就算老挖 那支10mm AF 都現在買得很好 沒錯 他有一樣東西 他連升 他有夠Y2.8缸 沒有得選 你一定是用他的 10mm 2.8缸 是沒有其他選 沒有得選 那如果我都說 他就算他沒有 因為ROF 即是CANNOMO 不方便 他做了手動 手動也買得很好 因為 因為10mm手動很容易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認升 我認銀河 不用了 不用了 去到盤圓就完的 就完的 那我用什麼AF 還有你10mm AF 我擔心他動了 我還要停了 不是的 我也要停了他 上次拍照 叫同學 停了他 不要震他 對完招 沒問題 找交通連轉 不讓他動 讓他動 尤其是拍星更加 不用 因為他那些低光 你還怕 是你還怕 你停了他 更好 所以 人家閒系看著 那條路 看著定位 每一件事 是要看回定位 如果定位 對當然沒問題 如果定位錯 其實有很多大品牌看著它 衰落 就說定位錯了 不是代表不行 我講手機 蘋果 再前的 洛基亞 是嗎 是呀 諾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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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錯了 之前Erikson 就是 Erikson Erikson 挺厲害 20年前 Erikson 是諾基亞 Erikson Erikson 先死了 那是諾基亞 一個一個 為什麼 再開始操作 不如是摩托羅拿 要不要再採取 對 如果再不更新 你自己的思維 或者跟社會 你有做一些高檔的工作 或者是沽頭賺的就遲早賺 是的 這個是真事 一代一代都是這樣的 就算今時今日蘋果 現在慢慢給國內的手機 慢慢開始塗上市場 在看市場跌 這個就是市場定位 不是我們咬 咬沒有用的 因為市場看著來 都說當年 安達第一個發明數碼相機 他就被數碼打死了 因為他認為數碼不值得投資 不是 他覺得數碼會影響那些菲林 他覺得不值得投資 最少說不值得投資 應該不會大大的起跌 但是相知哥達就是因為數碼而變亡 即是收檔 好啦 伸完啦 好啦 那我們都是 今天都是講那麼多 留下集再說 下個禮拜再見 好啦 拜拜 拜拜